日前賴欣德先召開這個證監會 那這個證監會是要民眾問題問到嗎 然後相對來看呢 黨民眾伺合說 就是賴欣德要讓參議員來展現說 他敢讓你做過問題 不過參議員他這個舉動 在國安會議 大家覺得是實際的方式很大 所以那次立委公司都會說 他只是想要展現全力吧 我們說參議員總統 或是整個民進黨政府 到現在九合一選舉結束三個多禮拜了 到底有沒有真真正正的想要有心面對民眾 其實參議員總統與其召開國安會議 倒不如好好召開一次 給大家問到寶的記者會 讓所有的媒體記者都可以代表人民來詢問 到底現在我們接下來任期一年半 還國家的方向方針 我們所有人民所關心的問題 其實參議員總統不要忘記 你已經700多天 沒有接受媒體賭麥 沒有開過記者會 每每你的政見都在臉書上 都在民進黨的中常會上來發布 到底 你有沒有心想要面對人民 而且 現在把九合一的敗選變成國安會議 你是又想要把人民的憤怒 人民的反彈 變成是國安的危機嗎 是不是又想要再操弄 抗中保台牌 不要每一次都是為了政治來操弄 我想 台灣人民真的是有智慧的 絕對會看破這種 粗烈的政治操弄手法 有這個國安會 因為有原本就爆料說之前呢 就是被邀請到洪府的時候 蔡英文就有抱怨說 國安會跑掉 他就很睡覺了 他竟然覺得很不得了 他為什麼要召開呢 是不是 這是一個假動作 然後在市場安撫外界 然後又不肯放下去 我們今天早上有看到這一篇報導 那當然這篇報導 他寫得非常的酸度破表 那因為這是當事人單面的說法 我們予以尊重 但我們更要說的是 其實 真的現在民進黨上下不要畫錯重點 過去到現在九合一選舉 我們都說 重點在於是 人民感受治安不好 人民感受網軍治國 人民感受疫情來臨的時候 沒有超前部署 這三大方向 其實與其說是國安 倒不如說是 治安 內政 沒有處理好 導致國人無法安居樂業 所以如果說連現在方向檢討 內容都搞不清楚 一味的只想用一個 大 明大放的所謂的國安會議 就想要蓋瓜承受的話 我想 這也變成到最後會不會是一個大敗敗的形式 沒有辦法實質討論 而最後也只是 過場 作秀 作戲 國人沒有辦法再接受這種敷衍了事的檢討行為 對於民黨敗選之後 他們似乎是沒有檢討到核心 從何志偉揭露黑金到現在 王美貴辦公室主任 然後被決定說是戰犯 那到底誰會是最大戰犯 文黨敵好像認為說是 我覺得 我們不用幫民進黨找戰犯吧 民進黨要不要自己 如果說連民進黨內部都不知道說誰出了錯 我覺得這也是蠻悲哀的一件事情 還有 九合一選舉 結束之後 我們要問問 在立法院佔多數的民進黨委員 你們哪一個人覺得蘇貞昌做得好嗎 一個就好 站出來 講說我力挺蘇貞昌 蘇貞昌做得好不要下台 有沒有 如果說連民進黨戰國會多數的民進黨委員 六十幾位都沒有一位 肯站出來幫蘇貞昌背書 那代表全中華民國的所有的 中央民意代表113席都不認為蘇內閣做得好的時候 蘇內閣 還要賴著不走嗎 蔡英文還覺得蘇內閣可以繼續幫你當 當擋鍵盤 當防火牆嗎 這一些才是國人認為 都已經給你教訓了 選票投完了 你還不知道反省 還要嗆郭台銘 還要嗆人民 還要嗆講出實話的人 這個政府是不是根本沒有根本活在同一個平行時空 那現在這小三通分街赴房 但是沒有開放這台商 會不會覺得說作伴套 然後他們也擔心說 開放台商回來會讓這疫情又回來到這台灣有這麼嚴重嗎 確實 其實我們在之前就一直聽到很多的台灣的台生 台包台商的心聲 最重要要回來的時候 就是農曆過年 農曆過年沒有辦法有方便的回家之路 過了大家也沒有那麼急迫的需求回來 因為大家也都要工作也都要上班 不是每一個人都像你們這些高官一樣 想放假就放假想休息就休息 所以 在最需要過年返鄉回來的時候 你的小三通事沒有包含在 台生 台包 台商 這樣子 你會 真的有提出解決的方法嗎 再者疫情嚴峻 過去 兩年多三年的時間 我們真的要守的時候 去年沒有疫苗 今年 沒有快篩 這不都是民進黨政府 因為準備不及而造成疫情的擴散嗎 所以 做不做 一句話 一個態度 要做 有100個 方式 我們可以想 不做 有100個理由跟藉口 可以逃避 這就是現在民進黨要給國人的答案 這委員會不會覺得很瘋子 因為等於說國外其實也有疫情存在 甚至這個外國也有可能會把疫情蓋進來 但身為台胞 不能從小 不能利用小三通過來 是不是就是 民進黨抗中寶臺 DNA 我覺得民進黨抗中寶臺 不是 不只是DNA 他們死都不改 其實 過去他們的抗中寶臺DNA 也會隨時空背景改變 包括說如果真的 對他們的利益有相關的時候 他們也是可以把他們的國籍改成中國 台灣不是嗎 但是 現在不是他們的DNA死都不改 我們最擔心跟害怕的是 他們是不是 什麼改變都不想做了 只想抱著抗中寶臺 只想認為 什麼事情都是 操弄抗中寶臺 就可以得利 如果說 一個 只會一千零一招 沒有辦法變出其他法系 的政府 在這樣子持續的執政下去 我覺得這是人民非常大的危機跟悲哀 所以如果說真的蔡總統 要召開國安會議 先列 把 抗中寶臺 是不是 變成 民進黨政府 唯一解 當成是一個議題 好好的討論 好好的檢討吧 當全世界都已經 在往前走的時候 真的只有民進黨活在過去 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 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小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 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呢有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